祝你下雨快乐 7月6日是大熊猫园仔的生日 台北市动物园魏园仔举办庆生派对 一大早大批缘分来到大熊猫馆魏园仔庆生 动物园还专门魏园仔准备了一个由甘蔗 凤梨 奇异果 葡萄 竹叶 窝窝头 红萝卜特制的冰镇蛋糕 让园仔享用 园仔是大陆赠台湾大熊猫团团圆圆的长女 六年来作为第一只在台湾出生的大熊猫 以其亲和力被众多台湾民众喜爱 我是园仔的粉丝啊 我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来拍他 大概一个礼拜来三次吧 每年都会来 从他一岁生日吧 然后就会一起做一些像衣服啊 然后一些就是园仔的饰品什么的这样 像我在拍园仔啊 就发现他跟人一样都很有表情 就觉得好像没有看过有动物像他这么可爱的 喜欢园仔的不仅是台湾民众 来自泰国的桑亚拉也是忠实的缘分 除了在每年园仔生日时 专程飞到台北来为他庆生 桑亚拉每年会到台北动物园两到四次 专程看看园仔的成长情况 台北动物园特展馆长王以敏介绍说 园仔现在的体重大概是110公斤 是一头健康成熟的母胸 他们每天都会替园仔进行身体检查 他说2019年园院确认没有怀孕成功 他们期待明年园仔家族能再添丁